《國事同學會》 又到了今星期的國事同學會的時間 今集很特別 又是嘉賓黃雪盈 大家好 先講講兩句 上禮拜我都說了 接下來有一個系列 就是講港中關係的系列 上一次我都说了 其实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一种关系 有什么互动 当然我有一套香港的建国方略 但我就不会要求我们的嘉宾 要认同我或者跟我讨论 有些不是那么方便的 虽然是民主党的一个区员 葵青区 在八年前参选 经历过八年抗战 你看他还是保持得很好 民主党近年 即去年经常被人说投了贡 有没有投贡 其实我刚才已经很想插嘴 问题是你又是讲中国关系 于是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找个民主党的民主党 会否应该找个民建团 或者工联会的来 会说得多些给你听呢 不是了 所以就说香港和大陆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互动 比如投共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讲 但是比如说在社区那里 可能有时候一说这些话 可能去到很大 什么什么 其实我发觉有时候很多社区的东西 会见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 都和大陆一些相关的 比如你举个例子 我之前我和淑仁谈过的 就是说他们会在青衣区 希望争取到一些黄光巴 因为无独有偶 因为我认识有另一位议员 叫做何文杰 他在张冠澳区 我早几个月后和他谈 他都很想争取 我 你问我 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住深圳 我觉得黄光巴真的很方便 去到周围 无论是太子 荃湾 湾仔 观塘 总之一些市区的地方 是很方便的 反而我住粉岭 如果没有了地铁之后 没有了地铁搭之后 就不太方便 反而在市区很方便 我想看看 比如说 为什么你们会在社区 当时会想着做这些 争取的活动 其实有时在社区想着做些什么 其实都不是我们想的 是居民会自己走来 跟你说他们有什么需要 其实近几年 多了很多 其实就算你身边的朋友 你也知道 根本是我们和大陆的交往 不能够避免 你做各样的公众 都很大机会 我可以这么说 有一半的公众 可能都要牵涉你回大陆 就算你不是经常天天翻 或者一个星期五天 那做区议员有没有需要 做区议员没需要 其实都应该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上去考察 不过就民主党议员上大陆敏感一点 考察一下 危险一点 做访谈 其实有很多居民都说有这个需要 不过我自己的区计是清衣 如果你要看和大陆的距离 其实又不太远 大家就在想 为什么这么近 又要我们兜来兜去 其实清衣和荃湾也很近 刚刚基本上都算是西边 新界 其实荃湾我看过这么多黄岗线 其实荃湾真是最近的 一上去到马州是很近的 一条直线炒上去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也不是想要开一条新线 就是想将荃湾伸延多一点 它不会影响现有那批客 你伸延一点 尾站去清衣拿下 其实真的很近 做不做到呢 但很有趣的 得出来的结果是很可笑的 不是巴士 不是没有人肯承认 不是这些问题 而是关口的问题 即是哪里的关口呢 现在还未找到 其实他们说是广东省 要和香港政府共同合作 所以现在都不知道 究竟是哪一边说不 总之就是荃湾伸延 将这个意见上去 而他们总统就是说 他们的关口是负担不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地方 应付不了过关的人潮 他意思是 如果你再多一些乘客 他们现在已经饱和了 再多是不到 但问题是 因为我们知道 过关有分香港的关口 现在不知道是哪一边四路 总之就说不可以 其实都挺搞笑的 那怎样呢 其实你避免不了 是 但其实 起大一点 有多难 是的 很多地方 我觉得起大一点 是 但不积极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其实又 不懂得猜大陆政府想什么 我又想想吸引人 民主党和大陆政府不是很熟 我们待会说这个问题 但不知道 猜度不了去想什么 会不会是想吸引别人去其他关口 而不是在黄江 因为黄江真的很吸引 是的 很方便 很便利 因为 如果你说的 深圳湾口 其实我真的没有回答过 因为有时候有朋友回答 其实那边是没有什么人 而且那边是去到蛇口那边 其实 不方便 很方便 你回去其他地方 不方便 是的 因为你在黄江真的很方便 那他一出来 就有的士 和很多公交车 即是巴士 即是四通八达 去哪里就可以 是的 但是 未来你会再有些什么的举动 即是继续丢一下 不会丢了 不会丢了 其实就已经说了三四年了 说了三四年了 是的 所以就一直都是被运输署 就是在那边扔来扔去 那边扔来扔去 那些这样 既然运输署真的说不关他事 那就找入境处谈了 有一个 你说很多人都回到大陆 我之前有跟虽然谈过 其实我近年 我挺惊讶 因为我一天搭东铁线 就过来香港 你知道 现在一些律师行 讲过很过瘾 业謝邓律师行 有强大的离婚团队 支持你 即是好像一些 那些议言办事处 那些说的口号 我们有很多人帮你手 謝偉俊做得厉害 是 离婚888 是 即是说 然后我另外有位朋友 他经常在报章写文章 他说 2010年 香港好像 我忘记数据有没有错 好像有十万宗的离婚个案 即是你觉得 如果争取到多一些黄江巴 就会多些人上去滚 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关系 那天我听阿淑然说 其实在社区上有时 市民有很多 婚姻的问题 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关系 跟现在香港的人 多数上大陆 或是没有关系 即是以你的观察 其实我 现在是多性女 现在香港 即是女 其实是人口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 龟针究底是 女多男少 而香港的女生 会调高要求 因为我相信 平时 从小到大生活的时候 可能接触层面多 比起内陆的女性 可能她们的需要 是简单很多 甚至乎 我看很多 在社区的婚姻问题 的个案 我会觉得 我不会看大陆的女性 就是狐狸症 不断想拆散你的家庭 她未必是 她可能真的要一份 感情寄托 她可能摆明 跟男人说 我知道你有老婆 我不会搞祸你 不过我真的需要一份感情 或者可能需要 都需要一些公养 可能生活都很困难 生活很正常 你需要有一个人 接触感情寄托 我觉得衍生 因为女性多 所以女性的人口多 你也挺客观 你自己也是一个 人家的妻子 你看这件事 我听你这么说 也挺客观 不是一定是人家出口 其实我自己也很害怕 都是我在社区里面 接触到这么多的婚姻问题 离婚个案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想一下 可能我们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叫港女 我不知道如何 但是香港的女性 是不是都要想多些 当你很想为你的事业 去充斥 又要有你的家庭的时候 你如何去兼顾 我自己也会想多一层 我要细心去经营 我自己的家庭 你真是挺厉害 因为我和你也是 我认识过十年 对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是在李永达做助理 他也是在另一个区员做助理 我们有些合作 虽然我们不是常常 不是常常见面 我觉得你这八年做议员 你也发生了很多事 又结婚 又生了女儿 又做了议员 又曾经去律师刊工作 又做个老师 又做个调解员 你这八年抗战 你真是家庭事业 各方面都可以兼顾 又有一对子女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人生铺牌上 我会有一个序幕 我会觉得女人可能三十岁后 无可避免 如果你不再生小孩 如果你很想要 你这段时间一定要为家庭付出 所以我之前 我现在这段时间 我这么多 我想自己在很多层面 都会有历练 就是因为 我觉得时间无多 我们不同男性 男性可能 你现在都 还未去到黄金时段 我告诉你 可能那几年后 才是你的黄金时段 男性可以 跑那段时间很长 但女性不多 所以我自己在铺牌的时候 我宁愿现在辛苦一些去经营 翌日我可能会舒服一些 或是我有多一些人生经验 可以教我自己的子女 所以我自己是有用心去勤力 我希望你趁你仍然是年轻的时候 你便努力去 女性年轻有多些机会 说回我刚才那些 港中关系 或者港女 成女的问题 我近日有一个新的啟发 很多时候人们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 女性有港女 有公主病 无论你生活上 你无可避免 你都经常要去大陆 自不然市场那里 可以比 女人麻烦 无论我娶了老婆 或者女朋友 对着你 那里的那里 那里的那里 那么优信 难有竞争 但问题 近日 这两年有两段婚姻 是台湾和大陆的富豪婚姻 我觉得有些不同 例如大S 又嫁了一个有钱仔 刚刚那个叫刘若英 那个是平民 我没有看过娱乐新闻 不是 我追的是 都是有钱的 都是跟大S的老公 都是朋友 又说 忘记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 那个人 曾经 刘若英的老公 曾经都駕过大S老公 那辆车的 证明他们两个都很朋友 是 是是是 那就是 那你刘若英 那就是中女了吧 是不是 四十岁 就是说 其实那些港女都可以想 因为大陆很多有钱人 可以勾一下 就是 反过来 就是 反过来想找 有的 你想想 台湾隔了一个海 都可以 是吗 香港那么近 当然我觉得 其实香港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 我不知道是否香港人 对内地的融合 是否抗拒会大一点 还是因为 因为语言问题 我不知道 可能台湾人 可能都是说 那些国耀普通话一样 你自己 你个人观感 或者个人的社区 譬如 有时候 因为我有个朋友 做护士 当然他有做护士 他更加会敏陣 因为很多 因为医院 很多 就算未必是产科 你不是产科 因为很多大陆人 会走来求医 他经常说 那些大力人 你自己个人 对内地人 你有什么观感 你和他们的接触 多不多 我想 其实 我也同意 香港人对内地人 是有一个 就是 肯定有牆 我想 我在不同的年龄时段 对大陆人的看法不同 我以前 小时候 或者我读书 就算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都会想 我明天一定不会回大陆做事 我会觉得 那是一个鬼 的地方 所以我判斥了刺中 就是我民主党 我也回不了去做事 不是 投共 我也回不了做事 等一下 我没有投共 你不是 希望我在这个节目 会告诉大家 民主党投共 否则我怕 这个节目的点击率 很厉害 但当我真的出来做事 当你接触层面的人多了的时候 你会接触到一些大陆人 是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 我对内地人的看法 有改观 在这方面 我相信 真的很看你身边接触到的内地人 是什么质素 就会形成那种 那种 我不知是仇恨 还是各种 那你香港人也有种 是 你中国十多人 我觉得 有时候很有趣 有时候人们想 他们不想 他是大陆的环境不好 你想想 如果他是聪明的 他也是想来香港 他不是想欠你的 他是想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 你说有些人需要来香港 生活水准提高 有一件事情 近日也是很热的话题 就是飞龙的问题 我看到的事情 这件事 和我所讲的中港关系 和港港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差不多十年前 内地所生之旅 有一个很似的事情 就是说 政府和自己的建制派 亦都不断地 将这个问题夸大 譬如当时亦都是说 当你很多内地人所生的之旅 是吧 下来香港 我忘记一些具体的数字 总之又说得很夸 很糟糕的 一群人都下来读书 资米大虫 是的 又来拿中援 很大 我给大家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我给大家看 就是说 没过几年之后 香港出现的问题 就是说 出生率低了 是吧 你会看到常常说杀效了 是吧 接着呢 教科书呢 就加价了 因为没有人买 加价了 他当时就是 喂 是不是这么夸呢 接着呢 接着呢 纯粹成章 大家要政府 或者建制派 要人大释法了 是吧 今日的情况 其实是好像 其实不是一个铺牌 纯粹是想将人大释法 就是 合理化 是吧 其实是很像的 你现在的道理 你说那些 菲律宾旅容 这样就 当然 现在我们要澄清 如果有些听众会听 其实现在都不是说 他们是可以 工作七年 就自动拿到 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只不过是 他们都是争取拿申请的 有权申请的 但是 当然 有一些政府 政府不出声 建制派人士 很多人都说 他们会 自由党 你正好打一张出来 通街派 怎样算 就是这么多人来 然后 譬如叶柳 亦都在说 既然那么大事 香港政府解决不了 不如 释法 出手 你个人整件事 怎样看 或者在你的党 怎样看 我自己都有请菲律 其实有点怯 现在是凝造了一种种族仇恨 我自己个人很不喜欢这一点 不过的确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外籍家庭佣工 都有居港权的话 一般市民这样想 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 他在我们工作 在家工作 那件事 会影响到 会有最低工资的问题 又或者是 你怎样 现在的工人很难厘清 他晚上是否在你那里做事 他在你那里睡 有时候好像我的小朋友 跟我哥哥一起睡 那是不是一直睡觉 那就是工作 是的 这样说 那个小朋友晚上 腹皮 接着有个工人帮他盖 那你是否在工作 那为什么呢 是困难 所以其实 香港是特别的 香港或新加坡 可以有些工工来做事 其实这是一个合约 规管他们 你情我远 我觉得 尊重司法制度之外 他们也要尊重合约精神 就是大家根本来的时候 最初他们来 不是想着要 去港权 他们是想着来做事 是帮补到他 因为自己的国家 就是不争气 就是没有 总之 在自己的国家 经济环境很差 其实很正常 你说香港人 很多 以前都要申请去美国 不同的欧美地方 工作很多 所以我自己又觉得 你不可以拿中嘉欣 那些 就来说不同的 就是 我们其实民主党 我不知道 我也有些朋友跟我说 民主党以前好像很鸿鱿 是不是很害怕 说多错多 或者怎么样 但是其实 我们都有一个立场 当然我们的立场 跟公民党是有差别的 有什么 可以说一下 其实我们是觉得 如果你不是专才 不是一个优才 的话 我们是不同意 你可以这么轻易 去取得到一个居港权 这个不只是 提供非用 是提供在所有人 里面 不同种族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因为我国家 不是很不够 我怎么可以 栽栽得下这么多人 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立场 但是 我们觉得 要尊重司法制度 你就有人打官司 打官司 打完才能得到申请表 你就由他打 现在都不知道 谁会贏 其实很大机会 是公民党 那边会不行 我不知道 我们觉得 这个时间 应该 社会这些讨论 会影响到法官的决定 很大压力 所以 是否应该 等他的官司完结 之后 你大把对策 现在说 我们民主党 也有后着 如果官司 香港真的输 那就用一些行政 方法去解决 香港人很厉害 很弹性 是否真的 现在 似乎社会是有一种恐慌 好像是政府 我自己觉得政府是特意制造恐慌 是有人想制造恐慌 其实政府能帮手 如果只是把入境署的资料 或数据摆出来 其实居民不害怕 居民已经不害怕 不过当然 看大家自己起 吃花生 看我什么事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从来 尤其这几年 我不太喜欢说 建制派 民主派 尤其是去年发生的事 我觉得 已经没有了所谓民主派的问题 已经瓦解了 尤其是去年 但我觉得 有时所谓建制派的手法 我认为难以去接受 有一些事实 大家要说出来 你不要夸张 夸张数字 你也认为有一个煽动 我认为 怎么办 那些人走下来 譬如自由党到处拍一些单张 或者很多的言行说话 有些人说 这些奔奔是 走来我们养他 这又未必关于建制派的事 有些市民会加上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 社会去到这样 不是一个很健康 在那里煽动那些 我觉得 有很多讨论 首先你说 到底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区 比如给我们新移民来 我们这里 是否只是给专裁 这是可以讨论 因为 这个经济 一定要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比如举个例子 到底经济发展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讨论 很多人说 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 太厉害了 消费主义 太厉害了 污染了 这也是两个话题 但是 比如深圳 深圳是一个 全中国的大用奴 无论你是很厉害的人 做IT 做金融业 都会来到深圳 很多机会 这么多人都可以生存 你那些所谓 我不喜欢用低下 可能有些工资比较低 例如做按摩 正规 也不正规 或者有些工厂 或者有很多饮食业 服务业 譬如很简单 有些专场来到香港 或者来到这个社会 都要有服务业 即是服务业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很多的工种 譬如有饮食业为例 香港的 是请不够人的 你不要说 香港很难找人工历 因为很多工种 请不够人 尤其是有些工种 需要有些人 可以说到英文的 饮食业 譬如你经常说 请专场全世界 那应该是菲律宾人 来服务 或是乐器 挺好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不需要去到这种仇 譬如民主党 我便和大家在谈 大家 是否应该这样 但不要去到一种仇恨 挑动 你这样 就代表歧视那些人 我觉得社会是这样讨论 不是一个健康的讨论 我见过这件事 我有个感触 譬如说 菲律宾人 别人一拆开来说 那些人就说 是呀 礼拜日 什么地方 霸道的地方 来 但我又想着 我会欣赏那些人 因为我欣赏那些人 因为我欣赏那些人很有趣 他们围着几个人 虽然他们工作可能辛苦 你想想在家里工作 帮人帮忙 但出来的人 他们是开心的 聚在一起 还有围着的人 就会唱歌跳舞 是呀 我觉得那种文化 即是 你以香港 体验到那种多元的文化 我觉得我会用这样的 不要客客 即是用一种 是呀 他们来拜祟 我们放假 这样的地方 我们第一节的时间 差不多 我们待会回来 会说 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稍后见 好 回来第二节的国舍团会 我们今天有很漂亮的嘉宾 不要这么说 黄雪盈 其实 最近我跟他有些工作上合作 他有时有些地区有些宣传版 我帮他弄一下 我看到他的照片也是很漂亮 我说 太抬举了 你不如去追机械员李明 我生完两个小孩之后 已经胖了十磅了 没有以前那么小 但你又参加了这个 参加了瘦身计划 又有减十磅了 是的 努力了 努力减肥了 因为 其实我们下星期 有你们的死敌上来做的嘉宾 就是人民的力量 但是 应该约在一起 也可以的 其实我下星期 我主要不是问他 港民主党的问题 那个人挺有趣的 就是他在深圳有些抗争的行动 就是他下星期 下星期就打听一下 我觉得挺有趣的 但是 因为 我先申报自己 我真的 去年 五区公投是去年的事 那时我又很喜欢听 抑闻和老蕭的节目 但是其实人的情绪 是会受到一些 的事 为什么刚才我要说 飞容的问题 其实人的情绪 是很容易受到 的环境去影响的 会令你有一些 你某些判断 会变成一种 我现在 我抽出来 有时候 有些人是否会偏执 这个 譬如我去年 挺憤怒 因为当时司徒华 他都赞成这个公投 后来他又变念 但是 当然 其实 有一件事 不可以说民主党真的不投共 其实如果 以你们的元老司徒华 他刚刚大江大海的那本书 我未去仔细看 但很多报导都说出来 那本书就是 他和共产党的某些恩怨情绪 因为当时 这是事实 他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的组织 当然 司徒华 代表了整个民主党 这是另一个话题 但是 当时 到了五区公投的时候 其实 整个民主派的撕裂 是似于五区公投 我问过有些民主党的朋友 有些认为要做些事 譬如有公投 有些认为 有些认为要做些事 有些认为 淡气不下 为何你每天去骂我 为何你英文每天去骂我 我便不跟你一起去玩公投 五区公投开始有一个撕裂 到了五区公投之后 便开始有一个政改方案的问题 民主党出採了一种谈的策略 和政府谈谈的策略 令到有些认为 例如 社民联又撕裂了 社民联又因为 与民主党有关系 社民联又自己撕裂了两份 到了是否这样谈 第一件事 是道德上不应该 与共产党有秘密的谈判 到了第二件事 是否应该追击 区议会选举 是否应该追击民主党的事情 整件事是这样的 即使今时今日的选民 都以一个票债票上 作为一个口号 虽然这一刻 没有人在谈论选举 因为我们不可以 让人宣布参选 但很明显他们在准备 这个选举 然后以一个票债票上 认为民主党在一个债欠了选民 因为当时是争取普选 2012年 但为何那些政改方向 不一起否决去呢 整件事 即是给我一个机会 黄雪盈 以我所知 民主党都不是贴把一块 因为你看到范国威 有一群人都脱离了 简单地说整件事 刚才我讲了几个阶段 即你的心路历程 你不同的阶段 我回应你几个事情 我记住你这个问题 我会回应你 刚才你提到司徒华 我不得不回应 一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那本书 讲的东西 我不知道 以我认识的司徒华 我不知道那本书里的真实度是怎样 我当是真实 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就等于我不支持民主呢 我可不可以加入他去改变他呢 我会这样想 其实那个年代的共产党 是所有的聪明的人都吸纳的 是不是司徒华加入不了共产党 才去冲击你们 搞这么多事情 六四集会 不是的 我深信就是 司徒华先生已经去世了 对于这些 对他有一个这么大的误会 即是觉得他的人 可能批评他的人 是不是一个支持民主 我自己就觉得 这是一个终身事业来的 支持民主 如果这样去 我觉得某程度上是诋毁 我自己觉得很难受 明白 当然了 其实司徒华 我们不深刻去讨论 但我上了资料的补充 因为那本书 基本上是他授权 在他身后出版 基本上这本书 以司徒华第一身的角度 是挺反映到他想的 当然了 我想我们不详细讨论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时间再谈 好 我回应你那个很尖銳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刚才 我刚才一行提到 就是说民主党里面 都有不同的声音 我自己在民主党里面 我最喜欢这一件事 你不会好像 你从来没有听过 民建联工联会 自己开的内部会议 骂架 骂都不告诉你们 简单来说 我会觉得那些人 是不是没有思想 但是我们是有思想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决定 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一定会在党大会 那里去通过 通过辩论 大家脑震荡 讲一下大家的立场 可能会变的 大家都会透过讨论 这样出来的方案才稳妥 公投 我会这样比较 公投和民主党 现在支持政改方案 不过要强调 支持政改方案 是修订 是我们修订了政改方案 我觉得公投和支持政改方案 都是在争取民主的路程上的策略 我会这样看 但是民主党 在开始我们是不支持这个策略 我们是支持去修订政改方案的策略 但是大家都是想民主进步 我记得 我当时去 我身为一个民主党 当然我都是看新闻 才知道何俊仁 就好像说了数 民主党会立刻考虑 会支持政改方案 我當時議員彈會還沒過的時候 我是激到難受 當時我和何俊仁有一個很緊密的工作關係 我在他的律師樓工作 我很認識他的人 我剛才問民主黨是否投共 我也想問何俊仁是否投共 我認識你不用現在投共 為何不以前投共 你不要搞現在才投共 當時是很難受的 雖然我們應該要 好像行政會議一樣 我們通過了一些東西 我們要不斷支持 但不要緊 我都支持政改方案 不過我有一個心路歷程 我是改變的 我是由我不支持 去到通過很多辯論 我自己想了很久 我是變成支持的 為何會令我相信支持是好呢 或者我信任何俊仁呢 其實我記得我當時做了一些很激動 不過其實我覺得是很正確的事 就是我召集了我在 因為民主黨在葵青的團隊都挺人強 是的 我召集了我們所有的兄弟 在晚上十時才吃飯大家談 談這件事 因為在這件事上 我們都在新聞上才知道 很難守 我們大家談 覺得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就是問 你的心是否舒服 如果你現在去支持政改 但大家心目中都了解了 如果你支持了 民主的進程是真的有進 我們覺得 有些人覺得是不同意的 但我們真的覺得是有進步了 進步了很多 起碼是一人兩票 現在說的是他懶惰要循序漸進 遊戲玩法 於是增加十席 如果你不去修改的話 那十席就會有五席的功能組別 但現在變成這十席都可以直選 概括來說真的可以直選 而且是一人有兩票 是比以前公平 有些人永遠都可以 只有一票 是好的 我們大家是覺得好 但作為一個民主派 心就會很敏鎮 就是 為何要 總之很難過到自己的心理關口 你的難過在哪裏 我其中一個心理關口 我都會想民主派撕裂問題 我們其實反對政改方法是很容易 你想想是很容易做 我決定因為沒有死的 在政治上一定沒有死的 因為你支持民主派的居民 他永遠都支持民主派 於是那批人只不過是在我們泛民的政黨裏面 更加沒有距離2012雙普選 是更加遙遠 為何不支持呢 但是之前那個人沒有辦法支持 沒有民主成分 但經修改後這個人 是可以支持的 不過當時的心理關口是很難過的 所以我們整班兄弟 當時談完之後 我們都覺得不行 然後我們寫了一個抗議的立場 寫給何俊仁 半夜 1點鐘我正在草稿 第二天早上 早上就已經被何俊仁的電話吵醒了 我自己欣賞的是何俊仁 他不是立即要按下你 各樣東西 當然黨裏面有一些 我自己覺得有一些機關算盡的人 每個黨都有 他們都會說 雪瑩你有什麼意見就說 為何要拜電郵 民主黨的電郵都會被人欺負 為何要被人看到 我們內部有這麼大的矛盾 但是我們一向都有矛盾 總之你過完會員大會 大家一致就得理 你不同意就退黨 我自己同意這一點 當時有何俊仁去找我 但我不想跟他談 我也跟他說不要談 很難去接受你 而我亦有一個情緒默的 就是你 學你說的好像是一個秘密談判 但當之後坐下來慢慢想的時候 我都會想多一些 作為一個政治人 我要想在一個政治層面上 怎樣處理普選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想 其實我們跟大陸要去談 要去決定 有一個理性的談判的時候 我都預料會有這個結果 由我們成立普選聯 找了學者 一起去找一個除了公投以外的形式 去爭取普選路選圖 個人有什麼雙普選 那些東西 那時候我應該已經是預料 要談判的 那為什麼我會生氣呢 我亦都會想 如果我是何俊仁 我有沒有可能 將這件事 再帶回黨 醞釀一輪討論 一輪再跟中方再談 那是沒有可能的 你知道政治一天都太長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可能 意思是當時民主黨是授權給何俊仁 劉卿這幾個人是負責決定的 其實都沒有一個正式授權 不過他是主席 當然他可以很代表我們 但是大家慶 我相信大家慶都是慶應的人 都是覺得是一個很秘密的談判 不過當何俊仁是當我們不見他的時候 他會強行坐下來見我們 我又想問你一個情感一點的問題 當然你經歷過某些鬥爭 當時思想鬥爭不是你 就是這樣 然後開始慢慢想想想 其實都應該可以談判 但是當你見到你 有些黨友 例如大埔區 和有范國威為首的一群人 他們去到真的要成立一個新民主同盟 後來真的正式退黨 你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作為一個黨友 你有甚麼感覺呢 有甚麼感想 或者你當時有沒有跟他們 有任何的溝通 整件事情 實在跟大埔的兄弟 我仍會覺得他們是兄弟 我常常都會覺得 我相信現在的泛民 全部都是泛民 追求民主 我會覺得 因為我剛才說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策略上的不同意 有些事情我覺得給歷史判斷 我們做得合不合 給歷史判斷 但我不會因為 當然我會很難過 看到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而令到民主派撕裂 但為何經常都拿我們 為何我們是醜印 為何不支持公投就是我們 醜印 為何不是決定公投的就是醜印 我會覺得 有時民主黨真的吃太多食物 我覺得 還有說一下 何俊仁走下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那種溝通是很好 他們都說他的難處給我們知道 然後大家一起很理性地分析 是支持還是不支持好 同意支持是很困難的決定 我從來未試過在民主黨大會投完票之後 是這麼難受 是一個星期 整個月都很忐忑 還在問自己 我明白 政治的判斷 我下星期也會跟水美麗良談談 但事後的分析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政治判斷 很難分析誰 絕對對錯 因為整個政治世界是一種互相妥協 互相談判 尤其是港中關係 你的對手是一個 你認不認同他都不重要 但總之他事實存在很強的對手 你一定要有不同的方式跟他談 近期我覺得 不是一個公關 是不是有點難受 譬如何俊仁去紐約 當他有一個論壇說回整件事 我覺得他說話很窄窄地 有些人罵他 你們又不要學習那些東西 然後被人罵 當然那是你的主席 但在公關上可以做得比較英俊 令到一些人… 我同意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犯一些公關的錯 政府大把 我同意是… 如果好看一點 可能你說話說得… 但何俊仁的人不是很介意這件事 我會想這件事 其實他不介意 有時對… 對我們有影響 對黨有影響 加上劉慧卿又太… 譬如他有時有這個動作 譬如說 整班人走去 親建制派那裏 死開 即那種抵抗 即有些東西 即政治第一件事 在群眾的那件事 就不是每次跟你說理性 政治的動作是很重要的 你是不是這樣想 以及你一個行為 令到觀眾覺得是怎樣看 是真的很重要 這就是一個政治人 才能包裝到自己很好 即公關做得好 不是人人得的 你菲律賓你看到他 總統會笑 即不笑都會笑 這些批評不到 我會認為 我對著鏡頭也不介意說 我覺得何俊仁不是一個 很適合做政治的人 但他是很有從政的心 當然我們黨員會包容他 這些不好的社交手本 不過我同意我們要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還有我很想提及 一行剛才不斷問了我幾次 就是我們有沒有投共 我自己就覺得 我當然也會質疑何俊仁是否投共 但在大家傾談的談論中 我們看到他不著急 當然他會說完那一套 然後就是你們自己的分析 他不會很著緊地在黨 因為在黨內我們要有一個決定 我們要投票 我會覺得如果他要投共 他一定要拿足夠的票數去支持他 他對於那個票數一定是很緊張 他每一票都要拿 跟區議會選舉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承受得更厲害 但他沒有承受 他沒有承受 他講完他都聽我們很情感上 宣洩不能夠接受那件事 然後他就任由我們回想 而中途是再沒有任何人去阻撓 我們各樣東西 沒有 我自己都是經過自己的分析之後去贊成 也很想插嘴說 就是我自己在地區上 我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民意代表 當大家說票債票上的時候 我真的要問我的居民是否支持我 有這樣的立場 所以當時我投票之前 我投票之前和之後都有下區做資訊 我問居民 我的區是中產區 我問他們你怎樣看 如果這樣和這樣有什麼問題 的確是有一些居民走過來 就很生氣 就說我不想跟你說話 那些這樣的 但都拔了他們來說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說 那你是不是覺得我投共 其實他們都不同意投共的 但其實說到最後 我都覺得我會歸納為 他們不同意你的策略 我覺得這個策略是會令到民主派撕裂 還有有很可愛的居民 他跟我說 你們以為自己機關算盡 覺得十席 其實他在說是既得利益 有人經常說我們既得利益 就是我們會拿到很多席 多區議員 是的 但是你們機關算盡 打算多拿一些議席 以為是可以有多些民主派 在議會那裡去制衡建制派 但是你們怎會救爺爺算 就是別人放得給你 就一定是計算數的 所以 他們都是笨的 是的 所以你們都是死蠢 你們的策略是錯的 但是我會很欣賞 就是居民會 這個就是一個理性的辯論去分析 並不是走來說 我要你票債票償 我走來要跟你對選 區議會要撼輸你 其實我個人是不反對 多人參選好事 多人參選好事 如果我是選民力量或人民力量 如果我是同意民主黨 你是很討厭的 我會覺得我不想民主黨人 因為你是偽民主派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同意 可能我也會出來參選 但是你參選你就認真參選 你要做地區工作 你說了很久的 他們出來參選 為什麼不由那一刻 就開始 你難道叫居民 拿一個區議會議席來玩嗎 是不是 我去投給你人民力量 但你完全不做地區工作 這樣是不是可以呢 不是 如果你是一個 你願意去為社區付出 而我又覺得 那個是偽民主派 你要有誠意 但我自己覺得沒有誠意 變成是被人說你是民建聯B隊 其實有個補充 其實任何政治都是一種策略 因為很簡單 假如民主黨是十話不赦的 就是個個都是罪人 應該所有民主黨的人 都要派人追擊他 他們是選擇性的 還是選擇最出名 這就是策略 為什麼所有人都去追擊 他不會 他專門選擇一些比較出名 也不是的 我現在看到 我似乎是有人喜歡的 但我自己看也不是選擇 也不是選擇一些名人 我不同意自己是名人 我們看到有一些很新的人 都未做議員 都要走來撼 其實我自己覺得中間是有一些深仇舊行 這是一個很私 我覺得是借一個藉口去解決一些深仇舊行 我自己覺得很不贊成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80後 是被人 其實我不想說煽動 但總之是有一個我覺得是真的誤道的 如果是正義想言的 叫他出來參選 但其實選擇那個區 根本自己有很多私心 其實是深仇舊行 對那個候選人是否公平呢 或者你可否給他多些資源 去做地區工作呢 為何這樣 為何要變成好像是一個民建聯B 我真的很不希望 叫選民力量和人民力量 做民建聯B 我自己很不喜歡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我到現在 我都同意 大家都是反民 我肯定大家都是支持民主 我相信大家 其實去到這樣真的沒有意思 這些似是而非的質問 你又投降 因為其實你來 我們是民建聯B隊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討論 是沒有大意思的 如果你說 純粹我們在辯論 這個策略是否對 我覺得可以的 我們應該用 可以是嗎 你由去年很討厭民主黨之後 現在都可以 去年沒有找我 其實之前我在另外一個台 做節目 我都和你談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都給你一個思考 我等了一分鐘 我的總結就是 政治不是純粹一個情緒發洩 很多事真的要去思考去思辨 我真的很討厭煽動仇恨 譬如煽動外族的人來本地 我很討厭 一個策略上跟你有不同的人 但你又要煽動大家去爭他 不是大家只是討論那件事情 我覺得政治有甚麼意義呢 這個就是民主黨黃雪瑩的版本 我們給觀眾聽人網 聽了很多版本 他們說 下星期我又會問水民力量的版本 當然我覺得很好 當然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講中關係 到底我們面對著共產黨 是要跟他談 還是要去衝擊 反過來我都在想 我經常說要衝擊他 衝擊完之後又如何呢 你說要包圍完立法會 又走到中聯辦抗議 我是社民聯的成員 但我經常都在想 你說走到中聯辦去衝他 衝完兩夜又如何呢 還有不支持政改方案 我又很想說不支持政改方案 那你又為民主做了些甚麼呢 你為民主做了些甚麼 我現在可以很大膽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為民主 我們很困難地作出一個很難的決定 去支持政改方案 我起碼真的做了些事 是的 那我就不知道 但還是是 到底為了一齊集體 火決了他 有一種說法就是 你應該和他取出不合作態度 整個議會全部都持續了 但不合作就很久了 是嗎 都不行了 就是這樣 是怎樣呢 我們是有一個很大的移民 我們希望可能 未來一個區議會選舉 但現在沒有人選擇參選 但我不知道我們在這個區議會選舉 可否 但反過來你問我 居民就不太理會 到底是否這甚麼政改 我覺得有一個很實在的 今天很多謝阿雪盈來到 很多謝一行 我覺得這些理性去討論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下星期跟選民力量 我們那個人談的都好 不如找阿雪盈 或者這樣談一下 我們不是這樣 好嗎 下星期我們繼續留意國設同學會 我們有選民力量的代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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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